室友知道我喜欢他之后 第二天就官宣和笑花在一起了 他郑重其事地向所有人声明 自己是直男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于是连夜从宿舍搬了出去 三个月后 孟玉狼狈地出现在我家楼下 红对眼问我 我们能不能试试 我笑得前腹后腰 问他 你不是直男吗 于元 你是不是喜欢我 回寝室的路上 孟玉突然停下脚步问我 我正运着篮球的手 一下子顿住了 球从我胯下滚了出去 我心虚地抬眼看了一眼孟玉 他正眉头紧锁 一脸复杂地盯着我 我假装没听见 猫着身子去捡球 于元 你该不会 真的是给吧 孟玉说话的腔调向来慵懒 可现在 那半开玩笑的语气 也无法掩盖他的慌乱和紧张 我心跳如雷 用力地攥紧拳头 让自己保持冷静 隐藏了多年的秘密 现在却被喜欢的人 摊在明面上说出来 这他爹的 要怎么淡定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看着孟玉把球捡起来 走到我的面前 他笑得僵硬 看着我 仿佛在等着我骂他 否认他的疑问 我低着头 不敢看他 我也不敢回答他 更不愿意否认这个事实 甚至 在沉默中 还有一次期待 期待看到他知道 我是gay之后的反应 我开玩笑的 别生气哈 但上 孟玉干笑了两声 抱着篮球 继续往寝室走 嗯 一直到寝室熄灯 大家都睡着 我们也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我辗转反侧 纠结了一夜 几乎天亮才睡着 于是自然而然的 撬掉了澡巴 玉哥真是重色轻友 居然抛弃兄弟们 跟笑花一起吃饭 难得铁树开花 好不容易谈了女朋友 你可就别酸了 我睡得正香 隐约听见了室友回来的声音 老妖 还睡着呢 太阳都晒屁股了 快起来吃饭了 周光莲被室友掀开 我眯着眼睛 缓了一会儿 看清只有两个人 孟玉并没有回来 这才意识到 他们刚刚在聊孟玉 你们刚刚说 玉哥怎么了 哦 玉哥跟笑花在一起了 今天刚官宣 他没跟你说吗 你们关系那么好 我以为你早知道了 还打算找你八卦一下来着 室友一边拉开椅子 一边打开手机 惊讶地感叹道 他没跟我说 半个月前我就听说了 笑花在追孟玉 当时我还问了孟玉的想法 他说 他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没想到 他这么快就打脸了 一直到下午的课快结束 我也没有收到 孟玉发来的任何消息 这让我很烦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 几乎没有发生过矛盾 哪怕有了什么不愉快 也不会超过一天不说话 孟玉几乎什么事都顺着我来 他是真的把我当做亲弟弟看待的 偷摸的喜欢他这么久 也是害怕 一旦说破兄弟都没得做 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跟把我架在火上烤有什么区别 我烦躁地抓了抓脑袋 还是忍不住给孟玉发了消息 杨哥说晚上一起去西门吃烤肉 你来吗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 孟玉才回了一个字 来 我长输一口气 还好 还好不是躲着我 孟玉是带着孝花一起来的 大家都在感叹 孝花的高颜值和好身材 而我却死死盯着他们紧紧握着的双手 真扎眼 嘴里的烤肉显得有些发苦 也不知道这家烤肉店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难吃了 你们好呀 我是孟玉的女朋友乔妍 孝花十分热情地跟大家打招呼 室友受宠落惊 一个劲的喊嫂子 玉哥真是好福气 找了个这么好的嫂子 所以说咱们玉哥大学三年多都没谈过恋爱呢 合着是她这颗铁树眼光高 还得是遇到了咱们嫂子才开花 笑花的脸微红 侧着头看向孟玉 她的眼睛里是毫不掩饰的欣喜与爱慕 阿玉也很优秀的 哟 还阿玉 我真吐了 老子都没这么叫过 肉麻得要死 于元 你怎么都不跟嫂子打招呼 喊你爹啊 我正犯恶心 又来一天堵得傻不Q我 我转头想用眼神刀死室友 却看到孟玉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丢出去的眼神刀 瞬间反向刀了我自己 没办法 我就是怂 嫂子好 嫂子来盘饺子吗 乔妍一愣 满脸惊讶地看着我 但很快又恢复了微笑 来一盘吧 孟玉乔妍落座 她俩你浓我浓 腻得让人吃不下一口肉 我只能借酒解腻 嫂子 我跟你说 要不是你把咱玉哥收了 我还以为玉哥跟老妖是一对呢 她俩一天到晚黏在一起 或许是喝多了 是有开始乱开玩笑 乔妍看向我 笑得意味深长 那样一张找不出一点死角的漂亮脸蛋 却看得我背后一两 孟玉脸色暗沉 正在夹菜的筷子停顿了两三秒 怎么可能 嗯 怎么可能呢 我继续给自己倒酒 你看你俩 之前又不找女朋友 每天待啥都一起 太给了 这话不是杨哥第一次说 以往听到这些 孟玉都只是当乱笑话 听听就过 可这次 孟玉却发火了 老子是直男 别把我和死给扯一起 恶心 恶心两个字就像是一把匕首 隔断了我脑子里绷住的那根弦 我还以为他来 是真的愿意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继续当兄弟 原来是在这等着呢 不过就是想让我听到死给 恶心这样的字眼罢了 真搞笑 不愿意继续当兄弟就算了 还要羞辱我 孟玉你可真狠 既然这样 我也没有装的必要了 我一口闷完手里的那瓶啤酒 随手把酒瓶子一扔 玻璃酒瓶在地上碎裂的声音 把一屋子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纷纷回头往我们这边看 于婉你他妈要死啊 杨哥皱着眉头骂我 我蹬了一脚捉腿 把自己和桌子的距离拉开了一些 然后站起身来 死死地盯着孟玉 自暴自弃地笑起来 老子就是死给 不好意思啊 我先到你们了 没等他们反应 我火速离开了烤肉店 我回到宿舍 简单地收拾好行李 连夜搬到旅馆 之前我也想过出柜的场景 就是没有预想到 要以跟孟玉决裂这样的方式 毕竟她是除了我妈以外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 我和孟玉从小都是一栋楼里的邻居 我家住六楼 她家在四楼 十五岁之前 我们两家几乎没有什么交集 那时 我妈刚谈了个新男朋友 我不愿意回家看她和那男人轻轻我我 就总是在小区附近的网吧里 看人打游戏 突然有一天 孟玉在网吧门口堵住了我 别老在网吧待着 要是没地方去 就跟我回家吧 或许是经常能碰见 我对她突如其来的邀约 也并没有十分惊讶 整栋楼都知道 我们家是个什么情况 她自然也不例外 不用了 网吧待着挺好的 楼里的邻居说的闲话 我不是没有听到过 在他们看来 我不过是个没有固定爹的可怜孩子 尽管我不认同他们的说法 但也不愿意面对他们异样的眼光 我爸做饭挺好吃的 就跟我回家呗 最后 我被孟玉半拖半拽地带回了他家 出乎意料 他的家人对我都十分友善 就连他六岁的妹妹 也愿意跟我分享他的玩具 在那之后 我就成了孟玉家的常客 用他的话来说 他把我捡回他家 我们是半个家人 我得叫他一声歌 在看到有女生跟他表白之前 我也确实一直这样认为 直到那个时候 我才发现自己对孟玉有了异样的心思 这个秘密我隐藏了五年 我宁可把自己憋死 也不愿意跟孟玉闹掰 可现在不止闹掰了 还让他恶心 我在学校附近找了套一世户 打算先将就一阵子 没办法 要不是还有一年才毕业 我一定滚得远远的 省得互相隔应 搬出去后 室友们也都十分默契的 没有来问我情况 除了某天去上专业课时 遇到了杨哥 他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寒暄了两句 嗨 老妖 同性恋也没啥 咱还是尊重的 你想开点 等于哥消化消化 你俩在讲和 我余光瞥见周围同学 意味深长的表情 心里不是滋味 没有搭理他 在那之后 我只要看到孟玉和他们几个 就绕着走 即便是迎头碰上 也装作不认识 因为不住校 我结交了几个 隔壁艺术学院的球搭子 换了场地和一起打球的人 也确实让我心情好了不少 原本和他们 约了着周五在他们学校打球 可好巧不巧 正好遇上他们学校篮球队 和我们学校的友谊赛 更不巧的是 孟玉也在 孟玉穿着蓝色球衣 在场上做着准备 裸露在外的手臂肌肉线条 一览无余 不得不说 孟玉又高又帅 无关立体轮廓分明 加上平时又爱运动 身体肌肉线条也堪比雕塑 无论我看多少次 依然会感慨 他长得可真牛逼 看着场外的女生 盯着孟玉窃窃私语 然后抱作一团笑得害羞 我就知道 他们一定也这么觉得 我们几个都没进校队 今天自然是上不了场 只能找了触不起眼的地方坐下 在这凑个热闹 球赛进行得很激烈 孟玉是小前锋的位置 他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在场上肆意奔跑 进球 他的气场压得对方连连败退 苦苦防守 你们学校这三号位挺牛啊 你认识吗 我正看着心中激昂 突然被坐我旁边的小胖打断 当然不认识 还好我杀得快 差一点就漏了 如果换作以前 我一定会特骄傲的跟他们炫耀 那是我兄弟 现在可必一声哨响 让半场结束 一直没有看到人影的笑话 不知道从哪个角落跑了出来 给孟玉送水擦汗 这大神有女朋友了呀 那完了 咱们学校又有不少少女要伤心咯 小胖拱着我的肩膀 一脸八卦 嗯恍惚间 孟玉似乎往我这边扫了一眼 我背后一僵 祈祷他没看到我 这比赛 我是一点也不想看了 刚起身 下半场就开始了 无奈 我又被按回了座位 比赛再次开场 孟玉的状态显然有些不对 好几次失误导致被抢了球 和上半场驰骋球场的样子 判若两人 嘿 这老哥是瞧不起咱们学校呢 还能不能认真打了 小胖也看出来了孟玉的不对劲 刚刚对他的欣赏之情骤然减半 一直到比赛尾声 孟玉才找回状态 勉强将比分追平 这哥们刚才是故意的吧 孟玉是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该溜了 因为我清楚地看到 在投了最后一个球之后 他十分精准地朝着我飞了个眼刀 那眼神只透露了三个字 你完了 有毛病吧他 行 惹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我打亮着体育馆的出口 想着等一下从哪边走最方便 视线却被一个穿着休闲装的妹子挡住 我抬眼看去 妹子双手攥着手机 双颊微红 看着有些忐忑 同学 我叫张若 是学摄影的 有个忙想找你帮一下 可以吗 我眉骨不自觉地跳动了两下 总觉得有种不祥的预感 什么忙 我想 我想请你给我当一下模特 我有一组艺术创作想要拍 你的气质真的很适合 我内心一万个不愿意 镜头恐惧症能拍什么艺术创作 正思考着该怎么拒绝它 却看到比赛刚结束的孟玉正 大不留心地往我这边走来 跟在他身后小跑的笑花 显得有些茫然无措 下次再说吧 我怎么知道下次还能不能遇到你呢 要不你先把微信给我 我们微信聊 妹子举着手机不依不饶 哎呦 你就给个微信呗 小启巴拉的 小胖有些看不过眼 也扯住我 示意我掏手机 我真服了 他多管闲事真有一套啊 我迅速掏出手机 扫妹子递过来的二维码 只想多一试不如少一试 赶紧加了赶紧溜 刚扫上 我的手机却被赶来的孟玉一把夺走 不好意思 他不愿意 同学 我要加的不是你 没有问你愿不愿意 妹子面对突如其来的孟玉 表示非常不满 你有点多管闲事了吧 就是就是 妹子说的对 我倒要看看孟玉要怎么说 可惜 我没等到孟玉开口 反而被孟玉一把抓住 像林小鸡仔似的拖了出去 明明都是吃一样的东西长大的 他凭什么就一直比我高 真不服气呀 我朝跟在孟玉身后的校花 举手求救 他却古怪的看了我和孟玉一眼 然后停住了脚步 这就耸了 我一路被强行拖拽到了体育场外 孟玉也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让人十分火大 我挣扎着翻了一个侧身 从孟玉的腋下钻了出去 你有病吧 孟玉真的不带这样玩的 你到底想干嘛 我真的是不理解 他不是孔童吗 我躲着他还不成吗 你一个同性恋 加女生微信干什么 怎么 男女通吃 孟玉皱着眉头 仿佛正义化身 居高临下的指责我 我张了张嘴 哑然失笑 竟然是赶着来制裁我的 我脑中一瞬间闪回了过去七年 我与孟玉相处的点点滴滴 包括我对孟玉心动的那些时刻 在这一刻 就像是心里种植了多年的绿洲 顷客之间荒芜成了空地 你真他妈的有病 我和孟玉渐行渐远 在第二次被他羞辱后 我甚至都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 也不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了 于是 我在加了张若的微信后 第一时间就跟他说了我喜欢的是男生 张若表示 更兴奋了 他作为一个资深扶女 失去一个未来男朋友 收获一个男同朋友 也不亏 所以你是一还是零 这什么鬼问题 我还真没思考过 但男人不能说不行 我必须是一 虽然吧 但是我还是觉得你是零 你看你那天被那个打球的帅哥 拎出去的时候就很零了 还挺配 张若自顾自的越说越嗨 你在瞎磕什么 提到孟玉 我就有些不自在 你们不会真的有什么吧 没有 他是直男 你难道不知道 孔同级深贵 张若激动的给我连发十几个感叹号 手机震得我脑袋都是疼的 帖子 相信我 你俩肯定有戏 他真的是没有亲眼目睹 我是怎么被孟玉羞辱的 他的思维大概是被敷衍左右了 才能说出我俩有戏这样的话 为了避免他继续跟我掰扯 我选择了转移话题 你说的那个艺术创作 准备什么时候拍 原本以为所谓的艺术创作 可能只是随意找来的借口 但他却实实在在的跟我说了他创作的想法 或许是出于坦诚相待后得到了尊重 张若让我有一种来自朋友的支持和信任感 所以我也愿意去帮张若这个忙 可话题转移后 张若却久久没有回复 直到第二天我睡醒 才看到他凌晨两点半发来的消息 下周六我们学校门口见 保证给你的惊喜 周六来得飞快 我本来以为 张若会在他们学校的摄影棚搭个景 啪一会就好了 没想到 我到他们学校门口的时候 张若正站在一辆中巴车旁边冲我招手 就等你啦 快上车 他笑脸盈盈地拖着我就往车上去 我脑子里突然浮现一大堆 关于被骗去棉被搞诈骗的新闻 原本想要上前的脚步 立马就不听使唤的往后退了一步 怎么了 张若见我退后一步 满脸疑惑 我挑起下巴指向中巴车 拍个照还要搞个中巴车 而且这中巴车几乎满座 很难不让人怀疑 哦 你说这个呀 张若笑得一脸意味深长 然后凑近我 用只有我俩才能听见的声音说道 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呀 见他不好好说话 我转身就走 这点戒备心我还是有的 哎呀 是我们摄影社团的 准备一起去度假山庄团建了 那边的景色也适合拍照 就想着把你叫上一起来着 我连服装道具都带着呢 你可别走啊 张若连忙上前拦住我 不是去山里搞诈骗 我转头狐疑的看向他 张若明显是没有想到 我会这么问 表情像吃了仓 营养摇了摇头 你可别逗了 就我这样还搞诈骗 放心吧 不会嘎你腰子的 我抬脱撇了一眼车窗 正好看到小胖在向我招手 张若也看到了 歪着头无奈地看着我 叹了口气 小胖学长知道你要一起去 非要我带上他一起 来给我们当后勤 我迟疑了片刻 最后还是跟着张若上车 度假山庄并不是很远 中巴车大概开了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我和小胖坐的位置在最前排 早早地就下车等待 一起来的有11个人 妹子多 男生少 而仅有的5个男生里面 最扎眼的 当属最后下车的梦雨 没错 就是梦雨 他戴着黑色鸭舌帽 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 导致我上车的时候 根本没有注意到他 直到下车 看到他一样 在假装不认识的我的样子 我才反应过来 他竟然也在 怎么样 惊喜吧 张若撞了撞我的肩膀 笑得一脸得意 我回给他一个巨大的白眼 为什么刚刚没有直接走掉 为什么 然后 他们在说什么 我都没怎么听清 脑袋里循环攻击我的一个凡字 就足够让我震耳欲聋 张若计划定的是两天一夜的出行 他定了6个标间 5个男生 注定有一个人要单独住 如果不是梦玉也在 我是想单独住的 可惜梦玉在 他和在座的各位也都不熟 又十分厌恶我这个男童 自然是要一个人住一间的 另外两个男生 十分默契的 就拎着行李领了房卡 只想赶紧去放东西 我以为我和小胖 还是有些许默契的 随手拿了房卡 便等着小胖 谁知小胖也拿了一张 你不跟我一间 我满脸问号 小胖指了指梦玉 你和这位哥不是认识吗 我还以为 你们要注意起呢 我皱着眉 从小胖手里抽出了那张房卡 火速将房卡塞到了梦玉手上 然后抓着小胖的胳膊示意他 我跟你注意间 小胖有些猛圈 嘴巴张合了半天 也没憋出一个字 挠了挠头 看了一眼正冲我几眉弄眼的张若 我没理会他 拉着小胖就准备走 却被梦玉截断 于原 你单独住 我 小胖 没等我俩反应过来 梦玉就背着包 往客房方向走去 见小胖半天没跟上 回头喊了一句 走啊 兄弟 我也不知道梦玉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听张若说 他找到梦玉 邀请他一起来度假山庄 帮忙完成艺术创作的时候 梦玉确认我也会来之后 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把他给惊呆了 我还估计着 要多磨他一会儿来着的 毕竟你都那么难搞 我就说你们有什么吧 他又开始胡乱揣测了 但梦玉这样的行为 真的很令人费解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连他的心思都捉摸不透了 唉 想不明白算了 该咋咋地吧 拍摄定在太阳落山后 张若他们想拍摄的主题是质怪 不仅和化妆的工程量还是挺大的 午饭过后 我就被张若扯去化妆了 我换上他们自己做的藏蓝色袍子 感觉自己就像个巫师 跟小胖打闹了一会儿 才安安静静坐下来化妆 张若给我定的主题是山羊精怪 整套装造下来 诡异中竟然还有一点好看 可看到梦玉狼腰的造型时 我瞬间就得瑟不起来了 他赤裸上身 只披着一条羊毛砍肩 就看着造型的隐喻 就对我十分不友好 张若可真有你的呀 故意的吧 我们的拍摄地点 在度假村的半山腰上 离我们住的地方并不是很远 但也要走十来分钟的山路 被薅过来当模特的 除了我和梦玉 还有三个女生 妆容也是一样的风格 妖野诡异又美丽 可偏偏只有我 裹得里三层外三层 在这样的大夏天里 我穿着繁复的衣服 真的有些炸裂 怎么就不能到地方再换衣服呢 凭什么梦玉就能光着膀子 凭什么就只有我穿了三层袍子 这合适吗 眼看着我脸色铁青 随时像要发作的样子 张若一路上 都在殷勤地给我补妆擦汗 小胖笑了不行 说我就像大夏天盖棉被的羊肉串 我刺了他一个字 滚 就在这时 我的后果梗突然被什么东西袭击了 我本能反应 抬手就往背后招呼过去 只听得清脆又响亮了一声 屁耶 走在前面的人纷纷回头 我也回头了 这一回头 又给我迎面一击 梦玉正拿着一张纸巾 还没来得及收回 他那不算白皙的胳膊上 还挂着我刚刚落下的一大块巴掌印 你脖子上都是汗 我帮你擦一擦 拍摄十分顺利 而我满脑子都是 刚才梦玉给我擦汗的情景 他的表情何其无辜 显得我大惊小怪的 什么人呢 放在以前不知道的时候也就罢了 怎么现在明明嫌弃我是男童 还能坦然地做出这么亲密的举动 他就不怕我贼心不死 反过来纠缠他 还好我定力十足 随他怎么勾引我 我都能看透本质 坚守住不去犯贱 于元 你简直就是洋怪本怪 看你那盲然的小眼神 淡漠又纠结的小表情 还说你镜头恐惧 完全没看出来呀 张若拿着相机 兴奋地跟我分享刚刚的拍摄成果 我尬笑着点头回应了两声 他根本不知道拍照的时候 我都神游到哪去了 哪还有空恐惧镜头啊 在跟张若确定我的拍摄结束后 我火速摘了假发套 把那汗湿了的厚袍子 从身上扒了下来 二话不说就往酒店里冲 身上的汗如雨落 我现在急需冲得早 凉快凉快 没走几步 就听到张若在我身后大声提醒 一会儿晚上我们在湖边搞烧烤 你好了 记得来呀 真麻烦 由于晚上急着拍照 晚饭并没有吃多少 肚子真有点饿了 虽然不情愿 但也跟他们集合了 毕竟谁也没办法拒绝午夜烧烤 只不过 没有办法拒绝烧烤的后果 就是梦雨喝多了 本来他喝多了也没什么 可是他喝多了 一直在用他的胳膊 勒住我的脖子 鬼哭狼嚎 你干啥躲着你大哥我 咱俩不是说好 要当一辈子兄弟吗 于元 你别躲着我呀 你还把我拉黑了 我们不是家人吗 我甚至不能跟一个 喝大了的人斤斤计较 但也十分尴尬 他酒量向来不好 高中毕业那会儿 他在同学聚会上 喝了一瓶啤酒 就非要拉着我去海边 沙滩骑自行车 我真服了 沙滩那种地方 一踩一个坑 骑什么自行车 最后他边骑边摔 硬是把自己给摔 清醒了才回家 这么多年 也没一点长进 我和小胖扶着他 想让他赶紧回房间休息 他却一把推开小胖 死活赖着我 没办法 我只能把他拖回我房间 他这样 要是还跟小胖一个房间 估计小胖有得罪兽 我找服务员要了解酒茶 强三硬罐 才让他喝下 本来想等他睡下 就去小胖房里休息 可他这样 我又实在放心不下 只能坐在床上抠脚 看他什么时候醒 让他自己回去 梦玉睡得很沉 直到我摳完脚 又冲了个澡 玩手机玩到睡着 他也没醒 或许是这边烧烤不是很干净 半夜的时候肚子痛醒了 迷迷糊糊的 正准备下床上厕所 一睁眼 却看到梦玉那张脸 正贴在我床头 吓得我差点又出拳 还好睡着的时候 还留了盏灯 让他看起来不是那么惊悚 你有病吧 大半夜不睡觉 坐在地上看我干什么呀 我真的抓狂 明明我才是男童 对不起 于元 我之前不该那么说 我真的没有觉得你恶心 我只是觉得 我们是兄弟啊 怎么能 对不起 面对梦玉突如其来的道歉 我有些惊讶 但更多的是难受 我能喜欢梦玉这么多年 很大一部分原因 大概就是他总能理解我 无条件站在我这一边 即便有争执 他也总会来哄着我开心 我太精神依赖他了 所以当他站在我的对立面的时候 我甚至还有一些高兴 毕竟这样我就可以找个借口 不那么喜欢他了 可他现在又 哎 算我倒 没吧 没事 我伸手想把梦玉拉起来 他却自己站了起来 昏暗的灯光晃着他的眼睛 看起来有些湿润 于元 我们还是好兄弟吧 我愣住 但仅仅只愣了三秒钟 就敌不过强烈的使忆 我把腿直奔厕所 却被梦玉一把扯住了胳膊 他可怜巴巴的看着我 我知道他在等我的回答 可我真的快忍不住了 等我拉完屎再说 你说了再拉 你不都说了吗 一辈子的好兄弟 我和梦玉看似和解了 可我始终没法 再像从前那样 和他毫无芥蒂的亲密无间 毕竟他是直男 没法回应我 除了兄弟以外的感情 那就这样吧 钟巴车停在 张若他们的学校门口 梦玉说 想去我租的房子看看 想知道 我自己一个人过得怎么样 我推托无效 只好答应 刚走到我们学校门口 却看到了校花迎面走来 不知道是不是梦玉喊她来的 校花跟前两次见面时 很不一样 原本明艳清纯的模样 此刻却笼罩了一股莫名的攻击性 哟 这么快就和好了 梦玉神色有些尴尬 有点紧张地看了我一眼 我跟乔妍还有点事 要不你先回去 乔妍听到后扑斥一下笑出了声 还怕你好兄弟知道啊 他刻意强调了兄弟两个字 总给人一种阴阳怪气的不是感 我没兴趣继续听他俩后面的对峙 打过招呼就匆匆离开了 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或许是乔妍恐童 所以看到我和梦玉和好 总是有些隔音的 这么说来也是合理的 如果乔妍恐童 那么梦玉跟乔妍交往 自然也是要站在他那一边的 所以之前针对我的种种 只是为了哄乔妍 虽然这个说法听起来太牵强 可似乎又没什么不对 毕竟刚谈恋爱的男人 脑子里只有媳妇没有兄弟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 我都不希望他俩的感情扯到我 如果乔妍被我出柜那天吓到 不乐意梦玉和我多有接触 那我多远一点就好了 反正我也打算 毕业后就去A指示 跟梦玉和好 也许在我心里 也是为了在离开之前 能够坦荡地跟她好好告别 在那之后 关于她我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我和梦玉又恢复了 去度假山庄之前的梳理 虽然好几次 我都想若无其事地找她打球 可想了想又觉得还是算了 也许现在这样就是最好的结果 反正我的生活 现在被张若折腾的也十分有意思 比如在听完我和梦玉的 完整版八卦后 她最近一直在缠着我 求我带她去Gaba开开眼 笑死我都没去过 什么叫带她开开眼 我也很需要开眼的好吗 总不能在一颗 直的都不带一点弯的树上吊死吧 我俩搜罗了一圈安全指数比较高的Gaba 中午晚上直奔那家店 这家店名也十分简单粗暴 不值得 张若指着店名对着我笑了半天 真有你的呀 这店找得好啊 这在教育你呢 值得不值得 不值得才能在这里有所得 我点头表示同意 酒吧里有些拥挤 灯光又爱曖昧 音乐节奏强烈 我并不是很喜欢这种氛围 于是领着张若再把台拿了两杯酒 就找了个角落待着 张若和我不同 他一进来就像到了快乐老家 一会儿对着裸露上半身的dancer流哈喇子 一会儿看着互相拥抱着的男人们 无嘴尖叫 我好快乐 张若举着酒杯 跟着音乐蹦打 蹦打完了又开始晃我的胳膊 晃得我人都要晕了 这是我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 同性之间和尔蒙的传递 他们大胆张扬 肆无忌惮地和同性拥抱接吻 比起我从前对梦誉隐晦的爱意 这里的更加凶猛 赤裸 每一幕看的我都心惊肉跳 就又挪不开眼 帅哥能要个联系方式吗 没有想到 我们已经坐在很不起眼的角落里了 还是有人过来了 搭讪的男生和我差不多高 看着却比我壮实不少 平寸头下是一双极明亮的双眼 看起来阳光开朗 清澈又热情 他让我想到了15岁时 刚遇到梦誉的模样 某一方面似乎比梦誉更有张力 虽然很有吸引力 可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们不合适 不好意思哈 我们撞号了 我举着酒杯 笑着婉拒了他 听到这句话 张若举回头 看谈我 又看看搭讪男 你确定 我翻了白眼 嗯 两个一步就是撞号了 老子还没谈过恋爱 是一是零 还不能由自己说了算 我可以为你做一 搭讪男开了口 这回轮到我震惊 原本还有一点好感 在他这句话后 瞬间烟消云散 张若笑得前腹后仰 笑着笑着 却开始拼命揉眼睛 你眼睛不舒服啊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 自己没有带眼药水 即便是他眼睛不舒服 我也爱梦能住 不是 张若照我胳膊上拍了一巴掌 然后指向拔台的位置 你看的人是不是梦玉 凭我对梦玉的熟悉 站在拔台拿果汁的人 确确实实就是他 这简直比我在同志吧 看到异性恋 当场大喊 异性恋万岁还要炸链 你不是说 梦玉是直的吗 他可能是被哪个男同鬼魂附身了吧 我坚信 那是不是 必须的 得解救一下他 我放下酒杯 不带丝毫犹豫 就冲向了梦玉 梦玉转头看到了我 眼神又惊又恐 这很不妙啊 他一定很危险 我搭不上前 拼命缩短我和他之间的位置 可梦玉掉头就跑 果然是见鬼了 我拼命追 梦玉拼命跑 终于在我们逆着人群 满场跑的时候 被保安按倒在地 你们跑什么 我指着被另一个 保安压制住的梦玉 他是我兄弟 被鬼附身了 快给他几巴掌救救他 梦玉 压着梦玉的保安狐疑地问他 你俩认识 梦玉任命地点了点头 嗯 好兄弟 俩保安莫名其妙地对视了一眼 放开了我和梦玉 好 臭情侣整治出 什么时候 我们保安 也是你们特A中的一环了 钱难挣 使难吃 晦气呀 太丢脸了 再也不来了 把张若送回去之后 梦玉又降着要送我回去 我拗不过他 只能随他 怎么不去陪嫂子 跑去给吧晃什么 梦玉沉默了半天 路灯将我俩的影子拉长又缩短 嫂子没了 我跟乔妍分手了 她嫌弃你 还要跟我这个死给来往 气得我自嘲 梦玉摇摇头 她骂我是死给 什么鬼 乔妍亲我的时候 我躲开了 她说我跟她在一起 心不在焉 只在乎兄弟不在乎她 说我根本不喜欢她 去度假山庄之前就分了 分了就分了吧 那段时间 我也想通了挺多事的 总觉得 就算知道你喜欢我 也不应该用那样的方式 伤害两个人 想想确实挺扎的 我默默地听着梦玉 大段大段地倾诉 完全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不知不觉 就已经到了我家楼下 于元 还好你原谅我了 我停下了脚步 梦玉跟着我一起停住 于元 我没原谅 啊 梦玉还想说什么 但我必须纠正她 我没原谅你 梦玉 我确实喜欢你 所以你对我的伤害 比别人更深刻 更让我痛苦 其实我一直以为 就算你知道了我这个秘密 看在我们多年兄弟的份上 至少也不会反应那么大地 说我恶心 质疑我的人品 我们永远是兄弟 这没错 作为兄弟 我接受你的道歉 可作为一个对你有着多种感情的人 我没法原谅你对我的伤害 我一口气吐完心中不满 路边的路灯暗了下去 梦玉眼里的光也变得暗淡 对不起 你真的不用再说对不起了 我说了 我接受你的道歉 我深呼一口气 看着梦玉沮丧的样子 也不忍再多说什么 只能劝她 你回去吧 梦玉没有走 依然固执地 跟我在昏暗的路灯下僵持着 她攥着拳头 仿佛下了天大的决心 乔妍跟我分手的时候说 我明明看你的眼神都不对 明明那么在意你 却还是要做出伤害你的 举动只是因为我害怕 她说 我才是死给 又胆小又懦弱 不及你的一丁点坦荡和勇敢 所以 我在心里咒骂了无数遍 她真该死 却仍然压制不住 我强烈又快速的心跳声 刚开始我不信乔妍说的 所以我才跟着你去了度假山庄 想要跟自己证明 我俩就是单纯的兄弟情 但是我失败了 那天晚上我就明白了 有问题的是我呀 我真该死啊 我看着她微微放红的眼眶 克制不住的微微张开了唇 深呼了一口气 回来的时候 我不让乔妍跟你多接触 也是因为我害怕 我还是不相信 我们明明是兄弟 我怎么能对你有这种龌龊心思 所以我就去了gay吧 想要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 可我看着那些拥吻的男人们 竟然一点也不觉得恶心 甚至满脑子都是你 于原 我们能不能试试 我愣住 梦玉的表白让我猝不及防 尽管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这一幕 可此刻的 我看着狼狈的她 却只有一丝报复的快感 妈的 老子喜欢你那么久 你怎么对老子的 怎么你一觉醒同志基因 我就得顺着你了 笑死人了 不能 老子就是这么硬气 梦玉搭拉着脑袋 就像一只从垃圾桶里出来 没有找到食物的小狗 满眼委屈地看着我 你不是直男吗 你不是孔童吗 看着她快哭的样子 我忍不住大笑出声 合着孔你自己呢 梦玉点了点头 嗯 我孔我自己 但我喜欢你 别给我倒油 我嘴里犯着恶心 心里竟然有一丝丝得意 好家伙 局势就这么反过来了 这我不得把她虐个十次八次的 至于 等我出了这口恶气再说吧 梦玉的鱼园观察日记 第一次见到鱼园 是在八岁那年的夏天 鱼园站在她妈妈身后 啃着一根巧克力雪糕 吃得满脸都是 虽然脏兮兮 但是她的眼睛 就像小鹿一样 滴溜滴溜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挺可爱的 我爸说 那是我们楼上的新邻居 以后我就有玩伴了 鱼园总是独来独往 听楼里的邻居们说 因为她没有爸爸 她妈妈也不是什么好女人 所以鱼园才格外孤僻 大家都说 她很可怜 我问妈妈 能不能让鱼园来我们家 我愿意跟她分享我的玩具 也愿意跟她分享我爸妈的爱 妈妈很乐意 可惜 每次我想要靠近她的时候 她就跑了 完全没有机会 邀请她来我家玩 后来有了妹妹 我要帮妈妈做一些家务 还要照顾妹妹 就更没有机会了 既然她这么高冷 那我就要比她更高了 不就是庄没看见吗 我也可以 可是都要中考了 她怎么还一天到晚 往往吧里面跑 这网吧怎么还收留未成年人 我能报警举报他们吗 真气人 我妈说 鱼园的妈妈是个恋爱脑 劝都劝不动 真是可怜了鱼园这么小就受罪 唉 所以我为什么要堵这口气 明明她跟我差不多大 却连家都不能回 我一定要把她带回来 鱼园真的好懂事 吃完饭 她帮我爸爸洗碗 陪欣欣画画 读故事书 就是不帮我写作业 她告诉我 她很爱她妈妈 她妈妈也很爱她 她不是有家不能回 她只是想让她妈妈 能像一个普通的小姑娘一样 好好生活 她也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大家都在误解她的妈妈 但她说 她妈妈觉得没有关系 日子都是过给自己的 别人说什么不重要 我觉得她妈妈说的挺对的 鱼园和他们班同学打架了 老师要请家长 可是她妈妈没时间去 我比她大几个月 充当一下她的家长 应该也没关系吧 我偷偷问鱼园 打赢了还是打输了 她瞪着她的小鹿眼 恶狠狠的说 我怎么可能输 那就好 没爱欺负 我到老师办公室的时候 看到跟鱼园发生争执的那位同学 被揍的脸都是肿的 心里暗爽到不行 我跟老师说 我是鱼园的哥哥 我带他来道歉 老师鱼园又止 我赶紧按着鱼园的头 跟他一起向那位同学鞠躬 强迫鱼园跟我一起大声喊了一句 对不起 老师和同学的家长 也就没再追究什么 我跟鱼园说 以后我就是你哥 我们就是家人 知道吗 鱼园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 硬是被他憋了回去 看得我心里也暖轰轰的 我跟鱼园约好了 上同一所大学 以后好有个照应 还好我俩水平差不多 如愿所长进了同一所大学 可惜寝室却又隔着三层楼 我这人笑来就很懒 鱼园又是个被动的 没办法 我硬是做了三个月的腰 辅导员才同意我换到鱼园的寝室 这回好了 干啥都方便多了 妹妹跟我说 鱼园喜欢我 我其实并没有当真 毕竟我们是好的 能穿一条裤子的兄弟 被他们这些不懂的人误会 也没什么好介意的 那天打完球 看着鱼园玩球的样子 觉得他也像个球 弹弹跳跳的 就没忍住逗了他一下 可他的反应 却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 跳起来给我一个抱扣 我有点慌 一路上我的脑子里 都在回想着妹妹那一句 圆哥哥就是喜欢你 他迟早要当我嫂子的 简直就是扯淡 笑死人了 两个大老爷们 谈什么恋爱 鱼园可是个男人 去他妈的嫂子 我没有讨厌鱼园 我真的是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他 我害怕 我怕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 一下子就没得做了 我从没有想过 有一天 我们的兄弟情居然会变质 这也太难为我了 所以当笑话频繁地 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竟然觉得 他像救命稻草一样 就我们兄弟二人的关系与水火 他说没有感觉没关系 我们可以试试 试试 好像确实是个好主意 只要我好好谈恋爱 证明我是直男 我和鱼园的兄弟 情天地不可撼动 这没错吧 鱼园一定懂得吧 我好像说错话了 鱼园生气了 怪我脑子短路了 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恶心他 我只是觉得 两个男人 这怎么在一起啊 我也不想让别人 觉得他喜欢男生有病恶心 我怎么就这么 不会说话呢 好烦 想跟他道歉 可是他把我拉黑了 哦 或嘴贱把兄弟搞没了 笑话安慰我 让我过段时间 再给鱼园道个歉 同性恋没什么好比试的 我觉得他说的对 他人还怪好嘞 为了报答他 理解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 我给他送了不少礼物 他也挺开心的 唉 如果能让鱼园也开心一点就好了 鱼园有新的朋友了 隔壁艺术学院的 可恶 我要找他们打比赛 让鱼园知道 他大哥我才是最强的 本来我都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这次一定要好好表现 一定不要再惹鱼园生气了 挽回兄弟情再此一举 可我就是见不得他跟别人好啊 我们才是最好的兄弟不是吗 怎么还有女生找他搭讪 他是要气死我吗 就不会拒绝骂 我又说错话了 为什么就是不能控制自己的嘴啊 受不了我了 我是不是该去看看心理医生啊 为什么看到鱼园就控制不了自己呢 好烦 可怕 乔妍居然想亲我 还好我躲得快 可是他骂我死给 有病吧 都说了对他没感觉了 是他自己说要试试的 试试就试试啊 我试了呀 还是没感觉呀 他怎么还玩不起了 他还提分手 过分 乔妍到处哭诉我 姬老庄直男骗他感情 搞得我很尴尬 我怎么可能是姬老吗 我要是姬老 不就和鱼园在一起了 想想就甚得慌 我俩明明那么正常的两个老爷们 怎么能被那种龌龊的想法玷污 所以鱼园为什么会是给呀 他喜欢公还是兽啊 我可做不了兽啊 等等 我为什么要想这个问题 我脑子脏了 原来搭讪鱼园的妹子 竟然只是找他拍照 他也约我了 我问他鱼园去不去 他说去 太好了 机会来了 我得好好给他道个歉 好好哄哄他 真的不想冷战 我都觉得他都不需要我了 我可是他最坚挺的家人啊 怎么能不需要我 不需要我他还能依靠谁啊 我真混蛋 竟然把他逼到看到我就躲 以后他要怎么折磨我 我都答应 我讨好他了 但是被他打了 好郁闷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看鱼园格外性感 可能是今天的装造 真的很适合他吧 不得不说 他确实很性感啊 光看那张脸 线条又明朗 五官又精致 尤其化了妆以后 那小眼神一勾 这不得迷死一大片 再说了他身材比例好 宽肩窄臀 穿衣显瘦脱衣有肌肉的 就说哪个女生比得上吧 嗯 为什么要和女生比 不能这么比吧 我 怎么 感觉那个地方有点不对劲 我有病吧 不行 我是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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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念 牢记 喝多了 醒来的时候 看到鱼园睡我对面 这感觉真好 就好像我们 从来没发生过矛盾一样 如果我当时没那么傻逼就好了 那样我就还是能天天都看到他 我真的习惯了 跟他在一起混日子 我该不会真的是男童吧 怎么证明我不是啊 我坐在床头 盯着鱼园的脸 看了一个小时 他真的很好看 眼窝深邃 鼻梁高挺 嘴唇红润饱满 心跳得好快 我完了 我想亲他 我完了 我完了 我们是兄弟呀 我怎么能有这么龌龊的想法 可是 是鱼园先喜欢我的不是吗 那我对他有感觉 也没什么吧 我在想什么呀 他是我弟弟 我怎么敢这么想 我想 我真的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了 乔妍说我懦弱又胆小 不敢承认自己是死给 也不敢承认自己就是喜欢鱼园 我内心很挣扎 一方面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怎么能喜欢鱼园 我怎么敢啊 我妈都说我对感情稀里糊涂 谁遇到我谁倒霉 我万一把鱼园伤害了怎么办 唉 我也好像已经把他伤害了 这么想想 我真的挺渣的 说不定我真的就是死给 然后条件反射 对鱼园产生了反应 不行 我得再确认一下 可不能再给鱼园 造成更多的伤害了 去了几次k吧 终于证实了 我不是死给 我只是喜欢上鱼园了 有长相气质比较出众的男生找我搭讪 我还是觉得可怕 原来 我真的只是对鱼园有那样的感觉 在gaba被鱼园抓包了 真丢脸 我一时没忍住 向鱼园表白了 其实我也知道 我这样的转换来得太突然 鱼园一定接受不了 他肯定觉得我有病 笑话我就笑话我吧 反正都是我自己做来的 我给妹妹发消息 问他还想不想要鱼园当他嫂子 结果我妈给我打个电话 问我是不是开窍了 行吧 我也是服了这对母女了 别人家的妈都是 你要出柜我就打断你的腿 我妈直接 你要是敢欺负鱼园 我弄死你 感谢我妈我妹 帮我一起哄鱼园 他对我的态度 终于稍微有了一点缓和 鱼园终究还是嘴硬心软 松口了 他说 事实可以 但他要做一 说实话 我不太明白 一是什么 是要做我的唯一吗 那当然可以了 但这个事实 我一定努力让他变成绝对 我发誓 以后绝对不三心二意 认清自己的内心 终于鱼园 鱼园高兴坏了 真好 好久没看到过他这么开心了 中国鱼园让我去他家吃火锅 他终于让我进他租的房子了 每次到楼下 他就把我赶回去了 他终于同意我上楼了 开心 夏天在空调房里 跟喜欢的人一起吃火锅 果然很快乐 只是熏的身上一股胃 鱼园不让我抱他 本来我还有些沮丧 但鱼园问我要不要一起洗澡 也是可以的嘛 我还是让鱼园先去了 毕竟我还不知道两个男生要怎么 啊 上网疯狂搜了一波 真是大掌知识啊 一会儿我一定要注意 不要伤了鱼园 要小心要温柔 鱼园又生气了 他红着眼眶问我 不是说好让他做医的吗 我也有些委屈 回答他 是啊 你永远是我的唯一 又被鱼园揍了 可是他刚刚明明也很享受啊 我生事太直男了 怎么才能让他一直都开开心心啊 是不是我不够行 要再来一遍 晚安